当然这个跟南海有关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就是美国防长在参加完新加坡相会之后 就跑到柬埔寨 然后大陆把汪文斌放过去 汪文斌大家知道表现非常好 所以这些布局你都知道 柬埔寨现在的位置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第一个观察点就是上个月史上最大规模的军演 然后重点就在于 他们要盖一条连接金边跟泰国湾的运河 这个运河它是从湄公河引水 当然越南也会有点异见 那美国最担心啊 因为为什么 透过这条运河 接下来中国直通南海 直通南海 菲律宾也是在南海上闹腾 在这里呢 菲律宾是美国南海上一个重要支点 但是如果说 稍后在寒冰讲解的图中 大家可以在中间的画面当中看到地图 你会有个更清楚的概念 所以透过这条柬埔寨的运河 中国帮忙盖的 可以在南海上有个据点的话 那还得了 那现在这个总理 红马内呢 他虽然是美国西点军校毕业 但是毕竟是柬埔寨总理 心中最高的宗旨 当然是维持柬埔寨的利益 这个运河全长180公里 它是个内陆运河 横跨了四个省 覆盖大概160万人口 100米宽 5米深 总投资资是17亿美元 那当然不止啦 还包括云壤基地 有没有大陆急艘船在这里停了好久好久哦 这也是中国原舰升级改造的 新码头呢长335公尺可以停航母 所以加在一起 你不要只看柬埔寨哦 你要看的是什么 中国到南海的这个力量 韩兵怎么看 中国大陆跟柬埔寨当然合作是一定是越来越多的 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说 老实讲自古以来他就把中南半岛这一块视为他的势力范围 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国力够的时候 他一定会往这个方向发展 这是毋庸置疑 那只是 我觉得奥斯汀就以为说 因为鸿马内是西点军校校友 所以就可以来动之以擎 我觉得这个想法有点过于简单 我一直觉得美国最近 尤其是拜登主政之后 他们发展一种很奇怪的外交形式 就是他认为好像我美国人给你面子 那你就必须要给我回馈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国际外交其实是讲究实力 讲究实质的东西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 筹码在这边嘛 我帮他建运河 我帮他建基建 我帮他开港口 我甚至帮他造铁路 这些基础建设都是中国大陆在帮他做 那你美国要来抢也不是不行 那你美国能够给柬埔寨什么 你不能只给他一句话 那这样子柬埔寨怎么接受这个东西 他甚至他自己对他自己的国民都不好交代 所以我觉得 拜登主政之后一直都是用这种 这种空洞外交 就是美国到处跑 然后到每个地方几乎都是煞雨而归 你看 他布林肯光跑以色列跑了多少次 跑了七八次 结果有什么 以色列理都不理你 不就这样吗 中东他们飞了多少次 都无效 所以我觉得美国这种做法超奇怪 完全不能理解 你真的以为我去跟红马内讲几句 红马内就放弃运河了吗 不可能会发生的事 但中间应该会有些交换 或是威吓之类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你与其你现在就跑去找红马内 你不如先去找越南 对 你要先去找越南 越南跟中国大陆有些矛盾 然后越南跟美国联合发起抗议 这会影响到我越南的权益 因为你那个湄公盒开发应该 所有湄公盒流域的各个国 大家一起同意才行 我觉得这样你 第一个你美国介入比较有立足点 不然的话你中南半岛跟你美国有什么事 对 我要在那边见雨一合跟你美国有什么关系 你凭什么介入 所以我觉得美国真的超奇怪 你们都知道在南海你就故意拱着菲律宾上 那你在这边不会去拱越南上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吗 然后 现在仁爱交这个地方 大家搞得这么僵 老实说我一直觉得 中国大陆本来不想逼得太紧 不然的话不会让那一艘破船 一直在那边 那 以前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空投干嘛 以前他就是船直接运补 对嘛 大陆也就是你要运补你就去 是后来他们在那边偷运舰 偷运一大堆 偷运武器上去 中国大陆才开始检查 检查让你过不去之后 你知道用空投了 老实说空投没有办法维持的 你能空投多少次 但是你看 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 他空投 说实话 他空投他也不会提前发布 我明天要空投了 对不对 但说时迟那时快 突然之间四驾中国海警 快艇就杀出来 所以表示什么 旁边其实满满的 都是中国的海警船 中国随时都有好几条船 围在旁边监视 随时都在这里 是啊 就是船多又多又大 老有讲 菲律宾也没什么逆中战机 逆中空投吧 他远远就知道你要来 我就已经可以做准备了 所以这个他没有办法 菲律宾没有办法 闪过中国大陆的防卫网 对 这个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无时无刻都在 对 所以我一直觉得 菲律宾 中国大陆光在南海那一带 军舰不要算 他光名船在那边都上百艘 名船还行 所以你怎么逃得过他的眼线 我一直觉得菲律宾 在南海要解决这个事情 最好的办法 就是跟中国大陆坐下来谈判 用南海行为准则 搞定这件事情 这样子 没有大家忽略主权的争议 对菲律宾是最有利 这是弱国跟强国 谈的时候最好的方式 你弱国选择跟强国用硬碰硬 这不至少倒霉吗 好 除了南海 所以南海 我们这个除了菲律宾之外 柬埔寨这一题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连续讨论了好几天 从几个动态 从运河 从军演 然后还有从云壤基地来看 从美国防长过去 然后汪文斌过去 你就知道柬埔寨的重要性 越来越高 值得看下去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剧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一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一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一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 食客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你也想要给你 我能吃了吗 我可以帮你 你先帮我 我可以帮你 你帮我 你的颗要 是 第二个 你 我可以帮你